同學好,我們要看到102年的學測的第二題 單選題的第二題 題目的內容是A等於2.6的十次方,減掉2.6的九次方 B點2.6的11次,減掉2.6的10次 C的話2.6的11次,減掉2.6的9次除以2 問題大小關係 自己拿到的時候呢,他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方法的話,是學生比較容易接受的 就是你在A這個地方 對於這個A,你直接提出2.6的九次方 10次方減九次方 所以你提出2.6的九次方 提完之後呢 這個地方就變成2.6 減1 那這很明顯他就變成2.6的九次方乘上1.6 輕輕輸出 那你B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的道理 你把2.6的十次方提出來 提出2.6的十次方之後 他就變2.6減1 那最後會變成2.6的十次方乘上1.6 那這兩個數字的大小關係就非常非常清楚 B的話是2.6的十次方 A的話是2.6的九次方 乘的後面數字是一樣的 所以很明顯可以看出來這個大 這個小 這個非常清楚 那C到底是什麼呢 C的話你要仔細看 在C的時候呢 差2.6的11次跟2.6的九次 換句話說2.6的十次方不見了 那你可以用一個想法就是說 我A跟B要如何去操作 才能夠讓2.6的十次方會消失 那方法當然很清楚 就是這兩個相加 這兩個相加之後 這兩個就會抵消 抵消之後你就會產生2.6的11次 減掉2.6的九次 所以這兩個相加 這兩個相加他變2.6的11次 減掉2.6的九次 可是相加完畢之後呢 底下還要除以2 還要除以2 所以再除以2的話 他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呢 C的大小呢 剛好是介於 大加小除以2 也就是所謂的那個 算數平均數 所以C的話剛好會 介於大跟小的 中間 所以C的話是算中間 所以這個操作 對學人來講 應該是非常清楚 也非常的容易 非常容易 所以這樣一筆 我們就可以得到 他們的三個的大小關係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B 大於 C 大於A B大於C大於A 所以答案選第四個 那這樣當然就可以 很清楚得到這個答案 所以這題應該是要得分 應該是要得分 好 那但是這題還有另外一個 做法 另外一個做法 那學人用這個做法 就可以輕鬆得到分數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做法 先把這個擦掉 另外一個做法叫做斜率 叫做斜率 首先我們就畫一張圖 這張圖啊 它是一個指數的圖形 指數的圖形 那這個 指數的圖形呢 它底下呢 是2.6 然後 指數的圖形 所以這邊有個x次方 x次方 那當然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這個點應該是 所謂的 這個 01 這個點是所謂的01 指數的圖形 2.6的x次方 那當然這個因為數字的關係 所以 我們在這個 大小關係上 我們就不要太講究 這個算是1 但是我們因為 畫面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9 10 11 我們現在決定把畫在這裡 這個9 但是有點短 有點短 但是不要太計較 這個9 這個是1 這當然有點差距 沒辦法 因為畫面的關係 這個叫做9 9的話 這個x如果在這邊是9的話 那這個點 這個點 的高度 當然就是y 2.6的9次方 所以這個點叫做 2.6的9次方 那這個點如果叫做10 那這個位置呢 當然就是2.6的 10次方 在這邊 再一個點 叫做11 那這個點 當然就是2.6的 11次方 11次方 好那完畢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A到底是什麼呢 A的話我們知道 他叫做2.6的10次 減掉2.6的9次 這叫做A 那如果你底下 A的底下 如果你再 除以一個 10-9 那基本上你這個A值 並沒有任何改變 因為10-9 等於1 並沒有任何改變 那這樣的一個 感覺像什麼 它像邪律 它像邪律 什麼東西的邪律 9跟10之間 的一個邪律 底下是x-x 上面是y-y 它像邪律 所以它像邪律 它應該像什麼呢 9跟10之間的邪律 它等於是這個邪律 這個紅色線 它是 邪律 為A 它的邪律是A 就是你現在寫的這個A 它是邪律 10-9分支 y-y 2.6的10次方 減掉2.6的9次方 所以它這個地方的邪律 是A的邪律 那另外同樣的道理 同樣的道理 B的話 它是2.6的11次 減掉2.6的10次 一樣你把它除以11-10 它一樣也是邪律的概念 它是介於10跟11之間的邪律 所以邪律B是在這個位置 這條線 是 邪律B 那最後一個就是C了 最後一個就是C C的話呢 它的寫法上是 2.6的11減掉2.6的9次除以2 那這個2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 11-9 所以它也是邪律 它是誰到誰的邪律呢 9到11之間的邪律 X9到11y的話 這個點這個這樣子 所以 C的邪律是這一條 這條是C的邪律 邪律C 那你從這張圖裡面 去觀察這三個邪律 可以清楚看出來 B是最斜的 它是一個上坡的邪律 而且是最斜的 所以它最大 然後 C次之 A最平 所以A最小 就是 B大於C 大於A 那當然 以這個邪律的方法來講 對考試來講比較難 比較難想到 但是它不是是一個 不錯的方法 那一般考試你用最笨的方法也是可以得到答案 所以這題我們是 很明顯 當然是該得分 所以我們答案 是該得分的 好